云灵 给我滚出来 去看看 快走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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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炎 他怎么又来了 我又来了 是 萧炎 萧炎 你当真是找死不成 老家伙 把我父亲交出来 不然就算今天 云山护着你 你定要持续心灵 好大的口气 老夫正好在找你 今日你就永远 留在云兰宗吧 冥霖 住嘴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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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教你云兰宗宗主云韵比较好吧 你 没想到 燕燃口中说的萧炎 竟然会是你 云儿 你与萧炎相识 你有过几面之缘 不过 他也是眼缺的真实性命 云韵大人贵闻云兰宗的宗主 我一介无名小子 又怎可能与他相识 我认识的那人叫云芝 并非云韵 萧炎 你还真当我云兰宗好欺负不成 虽说你有美杜莎女王承耀 可老夫依然要奉劝你 凡事留一线 想要找阮氏子你 你可是找错地方了 云山宗主 我为何来云兰宗 恐怕你得问云灵大长老吧 云灵对萧家造成的一切损害 我云兰宗赔偿便是 好了 如果你是为了这事而来 现在可以走了 云山 我请你是前辈 方才这般客气说话 云灵他差点害得我萧家 被灭了满门 其实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赔偿便能抵消 这事的确是云灵做得过分了 你想要如何补偿 补偿 你个混蛋就知道补偿 云灵将我父亲打成重伤后 将你从萧家追杀出去 至今身死未卜 你们今天我给我一个交代 就是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让你们云兰宗元气大胜 你父亲 云灵可并未受过 他伤过你父亲 那你的意思 是我们萧家上下亲眼所见的事实 是你也早不成 这笔杖 我不找你云兰宗算 该找谁算 你说啊 给我把事情说清楚 否则 我有权让你交出大长老的职位 宗主 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 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 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 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斗王面前消失 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 今日交不出我父亲 那你回来这里吧 好 好 香园 给我点时间调查清楚 如果真如云灵所说 我可以派人帮你掌寻你的父亲 纵然云灵有错在先 云兰宗自会处置 哪轮到你一介小辈在这里如此放肆 这就是云兰宗真正的嘴里 今日云灵的老命 我笑了 云兰宗 是你们逼我的 两种异火相容 这个家伙 这家伙真的疯了 他想把云兰宗彻底毁灭吗 云兰宗里不白痴 怎么把他惹到这份上了 小辈你先冷静下来 快说 他故情在哪里 你小子不要欺人太甚 这里可是云兰宗 就算我干掉了你父亲 又能如何 凌灵 小子 那晚为了准杀你的父亲 没能灭了小家 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找上来什么人 那今天就让你永远留在这里 回头我还会让你们小家 他在这斗气大陆上彻底消失 拿下桥叶 他在这斗气大陆上彻底消失 这小子倒是长空 这小子倒是猖狂 云兰宗举全宗之力 抓捕一个大斗尸 你竟然还要动手 是不是太过丢脸了 美渡沙女王 莫要一位老夫怕了你 我只是不想与你起冲突而已 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我云兰宗 也不是任人随意踩在头上的 如果你有这兴趣 我倒是很乐意陪你实时手 自从掌控这具身体以来 我倒是还没动过全力呢 芸儿 阻止硝烟融合一伙 可是 芸儿 你在干什么 硝烟手中的东西太过可怕 若是让他释放出来 这山峰都得被他全部轰掉 让那小子在云兰宗如此撒野 你如何对得住这宗主之位 是 老师 即使没有我动手 硝烟也绝不可能顺利将一伙融合 我只负责拖住你而已 至于他能不能成功 不关我的事 小颜 你知道我并不想伤你 有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能不能不要把睡情弄得这么焦 云宁刚刚已经亲口承认了 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而云山也是无动无衷 我能怎么办 可云兰宗弟子是无辜的 也恶苦牵扯于他们 云宁闯入我萧家时又何曾想过 因为他的缘故 我萧家几百口差点全部被杀 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 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 还是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吧 不过你手中那东西实在太恐怖了 我不能再让你继续凝聚下去了 我不是云林 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 抱歉 这家伙果然还是弄出来了 这一次云南宗要损失惨重了 云儿 还不快动手 这家伙竟然还留有这一手 看他当初魔兽山脉相识一场 小野 住手吧 小心 小心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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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绣炎 不要 是他逼我的 死吧 老宋主救我 怎么回事啊 什么样的 这东西是硝烟使展出来的 每次见面 这个年轻人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硝烟如今所展现出的隐藏潜力 已经不比云蓝宗这个庞然大物 差多少了 也就是说 即使为了硝烟得罪云蓝宗 也并非是完全不划算的 还是海波东眼光独赖 今天真的闹大了 硝烟就算没被佛怒火灵的余波阵死 云山也绝不可能放他离开 更何况还有一个云蕴 小家伙 这次可真是莽撞了 看来硝烟这个小家伙 对云蓝宗的弟子们留守了 funny recipients 如今 внеш 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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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啊 萧嫣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 将我云蓝宗破坏成 这般模样的人 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去请古鹤长老出手救治一下 看能否保住他的性命 是 萧嫣毁我宗门 杀我长老 宗门耻辱 必须以邪习说 既然你该强行击杀云灵 那么自然也就该 有留下的打算 今天 就算每度杀户着你 老夫也要将你 永远留在云蓝宗 感知不错 不过仅此而已 留下吧 我说过 今天就算美杜莎护着你也没用 具有本体功力的翻身吗 美杜莎 你的对手在这里 玄兵盾 哈勒 快走 快走 海波东 既然你要袒护那小子 那只修魂无念旧情了 大风小意 没想到云山的这两个回忆的分身 竟也拥有这般恐怖力量 海老 小家伙 我尽力了 接下来也只能看你自己的了 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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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这么说了 小家伙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能将云兰宗逼成这番模样 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 接下来便交给围师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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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力量 这家伙终于能够使用那隐藏的力了吗 怎么回事 小炎的实力似乎忽然暴涨了几个界别 从他体内所散发出的气势竟然比我还强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藏着这一生 不过既然你能够营赴 那我自然也是懒得动手 毕竟以为现在的灵魂力量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云山宗主不过如此 今日我要离去 云山宗还没那实力将我拦下 倒还真的是小看了你 没料到你体内居然还隐藏着这般恐怖的力量 难怪一直都有恃无恐 不过 我想这股力量应该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吧 不管这股力量属于谁 可至少 他能听我指挥 凭借外物强行提升实力 墨图而已 我就不信 你能长久保持这股力量 你大可是 这么多年来 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 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 你欺慕弟子 今日我妈要看 就在我室里组续 摄尸几十二三 又能败过河 不过河 你不能再攻击 我 пост订不上 我反而用 你不必要 要不过河 这伊尽 这颱子 有没有 这人 不过河 这位 身面 你们 我 你不过河 这位 这位 明尚 燕尊 施浪池 这么多年 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 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 你欺我弟子 今日我倒要看看 就算我实力不足全盛时期 始至二三 你又能奈我何 老师 您 您认识萧燕 见过几次 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所以先前见面 刚才感到极为惊讶 他的确是很喜欢用假身份骗人 你 燕燕 你 你不会是喜欢上萧燕了吧 老师 这怎么可能 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了 他的报复果然好狠 老师 我后悔了 你 我也有错了 当初就不该受你软磨硬泡 答应你去退回 不然 也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老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果然是自作念 老师 等这里的事完毕后 让我进入生死门吧 你要进入生死门 那可是至少要达到斗灵级别 才能进入的 虽然你是这儿 唯一一个能够 所与生死门产生共鸣的人 可此时进入 太过危险 那里是云兰宗历代 宗主的安眠之所 验然身为云兰宗之人 想必会受到他们护悠的 老师 答应我吧 我现在的状态 并不适合继续安静修炼了 生死门 本是云兰宗宗主接班人 成为宗主前的最后一道考验 不过你既然执意要进去 那时候 我便与你师祖商量一下吧 早点接触生死门 对你的好处 也确实不小 他母亲 蜂之旗 请许上 燕尹 十万十 这就是窦总的实力吧 果然非同一般 将来的甲马帝国 恐怕是要重新洗牌了 此时的萧炎 恐怕也有窦宗的实力了吧 要知道 当年云山还是窦皇时 便是凭借这一招 击杀了出云帝国 两名同等级的强者呀 不知你们是否发现 萧炎实力大涨后 所使用的异火 仅仅是那种森白色的 并非是之前常用的青色火焰 而且萧炎操控的白色火焰的手法 也比先前不知高明了多少 这家伙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云山今日要留下萧炎 是有些难度的 而且在那边 还有个不逊于萧炎的美杜莎 他女王虎视眈眈 若他真与萧炎联手 就算是现在的云山 也唯有暂避锋芒 希望别搞出什么伤亡吧 不然的话 那对甲马帝国 可是大损失啊 云南宗宗主也不过如此 此时的你的确很强 但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将这股力量维持下去 透支的力量 总会付出代价的 杀了 老师小心 这一击竟撕裂了虚空 斗宗强者 果然是已经触及到了那个层次 好 好 放心吧 虽然我如今实力大减 但光凭云山就想要对我造成危险 还是有些异象天开 我们的关系已经难以调和 所以我不会放任一个日后 能够成为斗宗的强者顺利扰脱 然后背负着对云兰宗的仇恨逐渐成长 最后再来颠覆我云兰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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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斗宗强者的临死反扑 非同小可 先撤吧 日后为师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此次离开 或许就得好长时间才会回到加玛帝国了 云南宗强者的临死反扑 我云南宗强者的临死反扑 想走哪有这般容易 先前前便说过 我若是要离开 你云南宗无人能阻拦于我 杀死我 果然有几次回忆 虽然你有一火之柱 虽然你有一火之柱 这云南宗强者确实是有些麻烦 小燕 小燕 你听我说 你 虽然你 小燕 找到你了 嗯 既然你小柳 那便再试试这火莲的味道 再试试这火莲的味道 师祖 是老宗主 不愧是斗宗强者间的战斗啊 火莲那般近距离的爆炸 若是换成我们 恐怕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还以为硝烟不能再使用了青色火焰了 原来是留着当后手 年轻人要懂得抓住机会 小炎身上的能量 好像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弱了 老混蛋 你既然要杀我 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这里有你 不愧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吧 小心 你携射了 硝烟 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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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